今天呢 我們要玩的是 改版最強的新手神角 這隻英雄簡單到單手就能玩 勝率快要超越刀鋒寶貝 而且三招技能都是自動瞄準的 沒有錯 今天呢 我讓你展示一下 我這套新手最強的免費六神裝 有多強喔 在前中期 不管對面打野 誰要來加殺你 你就是安安全全的 站在塔下給他們打就沒有問題喔 你一定覺得沒有什麼對不對 這套裝備真正強的地方是 我沒有強化他的回血能力 再強化喔 對面的圖倫看到我們殘血 踩上來被動打一下接大絕招 好癢喔 那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小丑 對我丟出他傷害最高的大絕招 致命毒氣罐 欸 剛剛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因為我這套裝備真的是太硬了 會讓射手遍臨一個超崩潰的地步 不論你是想要塔殺喔 或是硬扛傷害 就是衝上去亂砍就對了 技能冷卻讓你變得更短 回血讓你變得更高 再接上寒冰法刨的超強黏人能力 你想要怎麼塔殺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喜歡今天裝備 覺得很實用的話 一定要對影片點下喜歡 到時候你使用這套莫托斯 就可以輕鬆上分 那我昨天試用了一下 我七場排位賽 七連勝都是使用莫托斯 莫托斯這隻英雄呢 我跟你保證在未來絕對會被削弱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欸 博博恰恰之前不是才介紹 莫托斯輔助嗎 那如果你打開目前全服最強 很多的莫托斯 幾乎都是走輔助 但是勝率不高 因為改版前的莫托斯 真的超級弱 那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輔助莫托斯是帶惡魔覺醒嘛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帶絕地死鬥的莫托斯 你會發現 真的太誇張了各位 為什麼要帶絕地死鬥 走凱撒路呢 首先我必須跟你說 莫托斯如果在排位賽的話 你要跟隊友溝通一下BAN角 因為莫托斯雖然非常硬非常強 但是他非常害怕 這個版本的兩隻英雄 在凱撒路 假如你遇到弗洛倫 你會被打爆喔 那如果你遇到亥牙 你也會直接被放風箏放爆 如果隊友沒有搶到亥牙的話 請跟隊友溝通 把亥牙直接BAN掉 只要沒有亥牙這隻射手 你整場就是橫著走喔 那另外在打弗洛倫的話 也並不是很好打喔 頂多就把兵線洗掉 但是呢你在中期的團戰當中 會比弗洛倫有用太多 最主要是他一技能在後期 只要三秒就一次一秒的沉默 所以這個效果真的太扯了各位 那為什麼我推薦大家 一定要試試看莫托斯凱撒路 帶絕地死透呢 等等你就知道 在這邊可以看到 呂布加綺羅大招整個開起來 安安無穩的走到塔下 因為我的魔紋裡面有塞塔之庇佑 所以走到下面有減傷加任性 你可以看到對面完全誤判傷害 如果我剛剛被夾殺 沒有在塔之庇佑 我大概就被秒殺 那你看走著走著 我的血量又要回滿了 因為我們的魔紋裡面有 加入加速癒合血量50% 額外增加回復力 圖倫丟我一個大絕招 沒有關係 我不用回補 因為我走著走著 因為加速癒合 再加上全新被動的關係 我的血量 又要回到50%以上 就是這麼的強喔 欸你們不覺得莫托斯手上拿的這個 很像是 很那種 兇兇老師很愛帶的那種藤邊嗎 邊 不是藤邊啦 邊條喔 那種以前我們都說 欸欸欸 完了 那你再不寫作業 老師就要請你吃竹筍炒肉絲 你們現在也是這樣講嗎 好吧 那我們的老爺爺被黏到了 哇 欺負老爺爺 我不能忍 直接貼上去 因為我剛剛搶到了紅buff 他們一塔殺失誤 完全就是預判喔 那帶加速癒合的效果是 莫托斯的二技能 也會提供你護盾 那如果你血量50%一下 按的話呢 你也會增加額外的護盾 在前面你可以看到 小丑是我已經印到連小丑 我的二技能護盾 他都打不動喔 惡魔覺醒有惡魔覺醒好玩的地方 那絕地死鬥也有絕地死鬥好玩的地方 我認為這是目前喔 我認為莫托斯最好用的兩個魔 而且你一定要用這個 骷髏霸主喔 如果你是剛加入傳說對決的玩家 你可能會不知道喔 其實莫托斯一開始在傳說對決 最原始的造型 就是這個骷髏劍士的造型喔 而且那時候官方出了 超王子超帥的莫托斯 讓大家有點不習慣 但是我非常喜歡用這個造型 因為我覺得這個造型的帥氣程度 不輸合金進化的莫托斯喔 你也這樣認為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而且他還開啟二技能的時候 旁邊那個靈魂喔 真的太可怕了 莫托斯在凱撒路的對線 雖然不強喔 你大概就是 看到對決王英雄 就是一技能貼上去 二技能黏住他喔 因為一技能的 標記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打出 額外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大絕招有就貼上去放沒有關係 因為大絕招現在是 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而且大絕招冷卻喔 在初期就只要30秒 就可以放一次了喔 好 這邊呢 我們直接走過去幫助 對我呂布在後面 沒有關係喔 那我們稍微走在後面 開一個二技能喔 那我們直接一技能貼上去 再接個大絕招喔 直接把呂布給收掉喔 還有我必須說 帶上絕地死鬥好的地方是因為 莫托斯的大絕招 現在變成了魔法傷害 所以你絕地死鬥 時辰觸發 你不但可以回血喔 更重要是也會增加你 大絕招的額外傷害 就是這麼講喔 最近我家發生了一些 超靈異的事件 一定要跟你分享 真的太可怕 我昨天真的是 一尿尿起來 我看到我真的是 嚇到我的 啾啾都直接軟掉 什麼啾啾 我是說我的 我的 嗯 我的腿都直接軟掉 我喜歡叫我的腿叫啾啾 哈哈哈哈 好啦 故事是這個樣子 昨天我在 上廁所的時候發現 啊 薯餅又在給我做怪 我一踩下去怎麼硬硬的 想說是薯餅的什麼玩具 結果是一隻蟑螂腳的屍體 薯餅在我的家裡抓到了蟑螂 而且他不但沒有把蟑螂交出來 他還分屍 把蟑螂分屍到一天放一隻腳 然後我睡到我整個下醒 我最怕蟑螂 然後我用吸塵器把蟑螂的腿吸掉 我隔天早上起來尿尿 又一隻腳在那邊 天啊 蟑螂有幾隻腳啊 他每天都送我一隻腳欸 我不知道這是禮物還是怎麼樣 而且都放在廁所的前面 就是我一出去馬上會踩到 我真的超級害怕 而且那隻蟑螂的體積大概就跟 呃 跟你的iPhone手機一樣大 沒有那麼大 應該 iPhone手機的五分之一大小 那種超級大蟑螂喔 不是那種巨大iPhone啦 是小小台iPhone那種 超級可怕的我家 現在有一隻被分射蟑螂 蟑螂我來救你了 喔不對 我是要把你找出來 太可怕了 各位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直接貼上去喔 不用擔心喔 血量喔 對方血越多 莫托斯越開心喔 這套裝備真的就是 無腦123 對手就被你翻死 雖然不能秒殺對手 但是莫托斯現在就是那種 一慢慢的磨死你的感覺喔 就像是我弟喔 以前在廁所抓到蟑螂喔 他不會立刻把他給捏死或是淹死 或是用洗髮精 弄他幾下讓他快速自洗 我弟超級超級變態喔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他會拿電紋牌或是打火機 把蟑螂燒到在那邊叫喔 然後呢我家的二樓廁所 從此沒有蟑螂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神奇 跟大家分享一下喔 所以如果你叫蟑螂很多的話 不妨可以試試看這個方法 我真的覺得那是我第一次 見識到原來火烤蟑螂 這麼的臭喔 臭到整個爆炸喔 但是很有效的能夠把蟑螂給驅逐掉 他們可能會用他們的 手機或是天線通知 欸這裡這裡有人啊 我被抓到了 救我啊 有人在烤我啊 和平啊 和平啊 然後就被我們丟到垃圾桶 真的超有效欸 他在那火烤蟑螂 差不多一個禮拜喔 我都那時候覺得 他真的心裡有點 有點變態變態的 誰抓到蟑螂會在那邊火烤喔 那時候我都覺得我弟真的是瘋了喔 他還會拿電紋牌在那燒 電到蟑螂的翅膀整個燒起來 讓蟑螂以為自己是火精靈的感覺喔 好了這邊呢我們直接黏上去喔 唉唷連塔打我都超級癢欸 而且我想要分享的是 這個骷髏靈主的莫托斯喔 你們在拿到BUFF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特效 超級超級帥的 凱格洛斯已經無人能擋喔 這邊我裝備有點出的不太好 我其實應該要先出個德魯黎 或是先靈會比較好一點喔 不過因為打出了一個優勢 我真的是完全不需要害怕他們的 前面三個共同的出裝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火甲嘛 鞋子的話如果對面法師超級癢的話 你可以考慮出守衛軍戰學 那一般來講都是出聖騎士戰學喔 再來就是寒冰法砲 這三個就是他主要的大裝 後面你可以看對面的陣容調整 當然你也可以看著我左下角的 新手最強的免費六神裝使用喔 那今天這場影片就輕輕鬆鬆到這邊喔 莫托斯可以說是每一場 絕對都能扛到20到40%的 超高傷害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